各位縣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哈囉我是裴裴 那我們邀請到我們雲林縣稅務局 非常有經驗的地價稅 我們的樓主張姚萍鼓掌 縣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姚萍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主題是地價稅 然後剛剛我們要認真聽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這個很妙的節稅的妙招 那首先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像我們那個翁阿西亞 很多的田地的時候 田付跟地價稅到底差在哪裡 差在哪裡 其實只要有土地就要課稅 但是農地農用是不用課稅的 其他土地都要課地價稅 差異就在這邊 76年就不用課了 對這是佩佩告訴我的 好喔 那我們地價稅開征期間到了什麼時候 開征期間 今年的地價稅是11月1號開征 然後開征到11月30號 它所屬期間是今年的1月1號到 今年的12月31號 喔 好整個11月都是要繳地翹稅的時間就對了 其實幾乎應該每年都是這個時間對不對 不是只有今年喔 已經很久了 對已經很久了喔 好 好那我們怎麼樣認定這個土地 那一塊地的權利人領到權利證書的時候 那一天去認定是不是8月31號 之前的話就是原 如果是如果是8月31號那一天他領到的話 那就是新的所有權人要繳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那個公有土地 法院判決分割 依法院判決分割那一天去做認定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繼承土地 對正常的繼承 這一塊地由某一個子孫來繼承 對但是他不是以登記日為準啊 他是對在沒有辦登記的時候 就是超過8月31號那一天 如果被繼承人 就是被繼承人是在8月22號死掉的話 那他的繼承人就是當年度的納稅義務人 這個是為辦為就是地政機關 為登記的情況是這樣子 好 那第四種的話就是那個土地公用徵收 被徵收 對土地公用徵收的話就看補償金發菌 發放完菌日收就是全部都發放完畢了 以後他都全部收到了以後看那一天是哪一天 如果是如果是8月31號之前的話 那就是由公用單位他要去繳納當年的地價稅 好 我如果已經被徵收了那一塊土地 然後已經拿到那些補償金了 我就不用繳那個稅 對但是那個是在當年度的8月31號以前 認定 對如果是8月31號以後 政府才發放完菌的話 那當年度的地價稅 還是要由原來的土地所有權人去做繳納 跟大家提示一下8月31號 對8月31號非常的重要 特別這種不是用登記制的 8月31號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這個地價稅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到底怎麼算 其實每個人的地價稅 因為他是歸戶稅 也就是累進稅率 所以一個人他只會有一張稅率 他只會有一張稅單 對 然後你的土地會越多的話 因為剛剛講到累進稅率 土地越多他繳的地價稅就會越多 是 對因為他就是申報地價總額去乘以稅率 哇 對 當然申報地價總額越高的話 他的稅率越高 他從基本稅率10% 千分之10% 到千分之55% 果然 那女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對 如果是女生的話 應該繳的稅就不少了 好 那我們有什麼繳稅方式 好像very very very 繳稅方式其實每年 每年都很多 而且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然後現在都是走便民 希望民眾在家裡就可以繳稅 現在手機也非常的發達 其實用手機就可以繳稅了 手機就行動支付啊 就按一下錢就付出 對啊 當然要掃一下裡面的QR Code 或掃一下裡面的條碼 對啊 他可以用行動支付 用行動支付的APP 或者用電子錢包去做繳納 或者掃我們的稅單上面 會有QR Code 可以掃進去 他裡面有網路繳稅的服務網站 我們現在都是全民綠生活 對沒錯 現在都是智慧的生活 然後你掃進去 進到網路的繳稅服務系統裡面 裡面他會請你選擇 看你是要用晶片金融卡 付錢付款 或者是用信用卡 或者是用火企的存款帳戶 去做繳稅 那都可以 或者是如果家裡有電腦的 有自然忍憑證 你也可以進入電腦 我們會有地方稅申報作業系統 一樣進去 然後插入你的自然忍憑證 可以連選裡面定期開增的 查繳稅服務系統 點進去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去查地價稅 地價稅會有你的資料 你的稅單 你也可以在上面做繳稅 當然如果你剛好外出啦 你也可以到便利商店去繳稅 目前全國的四大超商 Saven全家OK 來也付都可以繳 或者你到有代收稅款的金融機構 也可以做繳納 或者針對 大家郵局不能繳稅 對沒錯 郵局它不是我們代收稅款的金融機構 對 所謂金融機構就是銀行 對 銀行或合作金庫 合作社之類的都可以繳納 再來也可以 可能在 有時候你到金融機構去繳納可能不方便 你也可以透過ATM 就是自動貴源機去做繳納 也可以 那提醒大家 ATM只能轉出不能轉入 對 好嗎 所以要小心防詐騙 對 然後當然最方便的 就是可以申請我們長期約定轉帳 只要在我們開增前兩個月內 向我們提出申請的話 我們會直接從你的 對 會直接從你的活期帳戶去扣款 那個是最方便的 那11月繳稅 所以要在8月31號以前 好 又是一個 如果今年已經來不及了 沒關係 那個稅單上面都會有申請書 你收到稅單以後 可以將申請書寫一寫 然後把你的帳戶資料填寫上去 然後再加上那個帳戶的印件章 蓋上去 然後寄回來給我們 或者零貴拿給我們 所以你如果今年來不及 8月30號去做這件事 是 好 反正你是今年做這件事 你明年就可以用了 對 或者你真的想到我們稅務局來 也可以 我們稅務局也有收受信用卡 繳稅的服務 好方便喔 對啊 現在可以帶信用卡 然後去稅務局說我要繳稅 對啊 哎呦 好 連稅務局都可以就是錄卡 對 現在稅務局也可以錄卡 很方便的 對啊 很方便 大家可以問一下 順便可以問一下稅務的一些知識 我們的地下稅的樓主 好 那如果呢 大家看這麼多方式 你搞不清楚也沒關係 你只要選擇一個你適合的方式 是 繳納稅款就好了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如果 我沒有在期限內繳稅 如果你沒有在期限內繳稅 會怎樣啊 如果你沒有在期限內繳稅 可能會發生 是不是稅單遺失了 如果你稅單遺失了的話 那可能就是零貴申請啊 或者電話申請 或者網路申請 我們會補稅單給你啊 或者是你不想 不想請問我們補的話 也可以到便利商店 它會有多功能事務機 那如果我們一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像因為縣稅務局可能在就抖溜 然後我們一些阿扣 寺國 哦是 你可以到公所對不對 對沒錯 你到公所的財政課 在繳納期間呢 它都可以補發給你 就是11月 對11月1號到11月30號 這段期間 它可以補發給你 然後剛剛有講到 就是可以到便利商店 他們有多功能事務機 你可以透過自然忍憑證 你可以透過你的自然忍憑證 或者是行動自然忍憑證 台灣FIDO 輸入到那個 到那多功能 多功能事務機 它會產出小白單 只要在3萬元以內 你都可以 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服務 就是如果 好四大超商 現在很方便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稅單 你可以去四大超商獎 如果你沒有稅單 遺失了 你還是可以去超商獎 對沒錯 哦 所以它才叫便利商店 這麼的便利 對沒錯 大家要記得哦 不管你稅單在不在 都可以去試大超商獎 好剛講的預期怎麼辦 我就是忘記了 腦袋就有洞 忘記了沒關係啦 如果有稅單的話 一樣就拿到 拿到代收稅款的金融機構 去繳納 一樣可以繳 而且我們今年啊 今年的話又有開放 可以透過網路繳稅服務系統 進去 對針對預期的稅單 你可以透過網路服務繳稅 的那個網站進去利用 利用金融 利用金片金融卡 或者是信用卡 或者是獲取帳戶 去繳錢 對今年是 這個是增加的 而且比較方便 可是就是要繳智納金 對啊因為 智納金本來就是超過 每超過繳納期限三天 三日也很重要 要加繳一趴 三日 對三日非常重要 要加增一趴的智納金 三日等於一趴 對然後最多稅務局 只會加增十趴啦 會加增十趴 但是超過了三十天 就是加增十趴以後 人不繳納的話 稅務局這邊就會將稅單移送執行了 所以請各位民眾 還會衍生出一筆費用 執行費用 對沒錯 還會有執行費用 除了智納金以外 哇這樣很白河 對啊 所以一定要在期限內繳納 所以現在政府才會推 那麼多多元的繳納方式 趕快設鬧鐘啦 是 好那我們 應該要來講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對 節稅的方式 對這個應該也是一般的 一般的朋友最想要聽到的 對 CARE 對比較CARE 一般針對我們個人的話 應該是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或者一些減免稅 對啊 對減免稅的要件 他們比較想了解 好 如果是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的話 申請這樣的話 只要符合五個要件 五個喔 就可以適用它 好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本人配偶 直系親屬 要設戶籍 在該地 戶籍要在裡面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沒有出租 沒有營業 不能有營業跟出租行為 對不能有營業跟出租行為 好第三 第三個就是本人配偶 直系親屬的房子 在那塊土地上面 再要申請 要申請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上面 那個房子要是他們的 要符合這個條件 對要符合這個條件 好再來 然後第四個就是 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就是受扶養親屬 全國只能有一處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 一戶而已 對 只有一處 一戶 對也是啦 再來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 都市土地300平方公尺以內 都外土地700平方公尺以內 的土地才適用 都內300 對 也就是最多只能核準300平方公尺 跟700平方公尺 如果一般民眾 他都會講說幾坪 對 一個就是214坪 那是都外 一個就是91坪左右 或者90坪左右 那個是都內土地 好 91跟 91 91跟211 對 差不多是這樣的面積 91跟211 對 這可以適用 也是很大了啦 對啦 其實也是蠻大的 一般 那會用到那種大房子嗎 嗯 是啊 好哦 那申請的時候 我們需要什麼 即使申請的時候 就是檢部使用執照 建物的使用執照影本 或者是建物權狀影本 就可以了 啊當然 如果你的房子 是在民國77年4月29號 以前就蓋好了的話 也可以提供 房屋坐落祭地三明書 來做替代 只要提供這樣資料 跟申請書就可以了 我們這一個 是不是有日期限制申請 嗯 對 沒錯 所以我講到另外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數字啦 對 就在 每年的9月22號 耶 對 就是 當年 呃 也就是今年 如果要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的話 要在今年的9月22號之前提出申請 9月20 如果超過 這個日期的話 嗯 就只能次期 才適用 也就是明年才適用 對 趕快趕快把它記起來 對 所以9月22號非常重要 好啦 那 如果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是 我們這個戶籍被簽出了 嗯 然後但是你還是 繼續住在這個地方 還是可以提出申請對不對 是 如果是109 因為109年跟110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被 戶籍被簽出國外的話 嗯 可以提供竊節書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 簽出國外 無法再 涉及在台灣的竊節書 嗯 可以提供 這個竊節書 然後在今年的9月22號之前 又是9月22號 對 對 一般 只要是申請優惠稅率 或者是減免地的 對 這種條件都是9月22號 好 大家要記得要記得 我們會將之前啊 之前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改課一般用地稅率的 地價稅差額 退還給 退還給那稅務人 好 但是如果是 111年 簽出 呃 被簽出國外的話 就 因為他是112年才改課 對 所以他就沒有退稅 這部分的問題 但是還是要 還是一樣要在今年的9月22號 提出申請 他113年的地價稅 才不會被改課成一般用地稅率 好 所以這部分可能民眾也要注意一下 記得 不管發生什麼不一樣的事情都是要9月22號趕快生氣 沒錯 是沒錯 好喔 欸 還有一種 是 公益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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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出租人就是他的土地啊 然後租給符合租金補貼的人 租給他們這種人去住的話 政府機關那邊會有資料 像一年縣政府的建設處或者是社會處 他就會有做這種公益 就是租金補貼的活動 然後他會將這些人的資料造冊 造冊給我們稅務機關 我們稅務機關就會針對他的名冊 去主動做地價稅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的課徵 所以這個就可以不用提出申請 對這種案件是不用提出申請的 喔 對 租人就有啊 對這種就租人就有啊 很方便 租人就有優惠稅率啊 對 如果民眾不了解的話 其實可以上內政部不動產的資訊平台 它上面會有公益出租人 或者是房東 或者是社會住宅 包住貸款 房東他必須要符合哪些要件 這部分會講得比較清楚 剛剛講的這是公益出租人 他租給的這些租客有可能是經濟弱勢 或者是社福團體 對 社福團體 像學生也是啦 學生也是 對因為它現在範圍蠻廣的 現在每年越來越多了 就是有一種社會住宅概念那一種 對 嗯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也想要成為公益出租人 你也可以到我們的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對 好 這個很讚耶 對啊 不用申請就有了 對沒錯 那還有什麼樣的一些狀況是 還有一些狀況 他可以享受到這種 對 對 那就看它的樓層高度 樓層超過一樓的話 那就是減征啦 如果是其樓上面都沒有建物的話 那個就可以申請免征 在其樓使用的那個面積是可以的 如果那稅務人的土地是公保地 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那一塊土地以後是要當公共建設使用的 然後現在沒有在使用 而且跟使用中的土地是做隔離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申請不用課張地價稅 好 我想一下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王老先生有塊地 在村子的村委 但是他住在村頭好了 那這一塊地以後要做公園使用 他就是可以免稅 對沒錯 如果他以後是由政府他去開發的話 不是私人去開發的話 那一塊地沒在使用的話 有隔離起來的話可以申請免稅 然後時間一樣都是9月22號 這事情真是太重要了 對沒錯 突然很想要認識9月22號生日的人 那怎麼申請 剛一直講要申請 其實他申請非常簡單 一樣就是透過網路 透過我們的官網 或者是用紙本的申請方式 我們官網上面會 你就點選便民服務 裡面會有地價 會線上申請 然後地價稅的部分 然後點選線上申請 它上面就會有 看你是要按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課程地價稅 或者是減免地的申請 直接點選那些選項就可以了 或者是下載 因為上面會有申請書 申請書的下載 或者是下載申請書 寫一寫寄給我們也可以 或者現在也不一定要寄給我們 你直接拿到公所的財政課那邊 他也會幫忙收件 如果王老先生想要申請 他可以去公所就對了 沒錯他們也會幫忙 如果他們不是很清楚的話 通常都會電話 有聽到 王老先生可以去公所 如果他很Fashion 他也可以去線上查找資料 是沒錯 總之就是都是有方法申請 但是重點就是要提出申請 好 那我們因為前幾年都有疫情 你想嘛 疫情的部分 今年的地價稅 可以晚一點腳 或是分期嗎 如果今年地價稅 因為疫情其實已經算過了 如果他是因為天災 或者是重大災害 或者是因為經濟弱勢 無法再繳納期限繳納的話 其實可以減負證明 像我們提出申請 嚴角 或者申請分期繳納 今年還是可以的 比如說什麼氫寒證明 氫寒證明 或者是他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遭受我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要有一些證明文件 對 要有一些證明文件 一般的證明文件 就經濟弱勢的部分 就是低收入戶證明 對 低收入戶 對 有低收入戶證明的話 是可以申請 申請還繳啦 申請就是比較 比較晚繳稅 或者是分期繳稅 對 還是不能不繳啦 因為不能不繳 因為不繳的話 還是會被移送執行 對 就是 好 請減付你的證明文件 就對了 沒錯 我們現在是八月二十幾號 對 今天八月二十號 想必應該有些比較 比較想要知道這方面問題的人 就是地價稅的人 已經開始詢問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有沒有一些 問題集 常見問題集 就是大家平常 比較常常被問的 有時候優惠稅率啊 他就因為他的土地使用改變了 所以他就被變到一般的用地 對 這種最常見 簽出 對 因為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的 其中一個要件就是 該地要有人設計 有的稅衣物人或者設計人 他都因為可能有其他原因 他會把他的戶籍 簽到其他地方去 當他簽到其他地方去的時候 護征機關就會通報稅務局 通報稅務局的話 我們就會去查 該地是不是還有其他人設計 只要查沒有本人配偶 或直系親屬等人設計的話 我們就會刺激改課 那就是大家不管這樣 如果你要用自用住宅稅率 你就是還是裡面要有人設計在裡面 對 這非常重要 只要裡面都沒有人設計在裡面的話 那會刺激改課 對 就是隔年就會變成 一般用地稅率去課徵 那比如說現在有一個阿伯 對 王老先生 好 他如果過世 然後是他的子女來繼承這塊土地 那一樣可以繼續適用 就是我們這個罪品的自用住宅稅率 他是可以適用 但是他要重新提出申請 對 因為納稅義務人已經變更了 已經由繼承人變成繼承人了 是喔 對 所以那個如果你的要件符合的話 也要重新提出申請了 在稅法上的話他才會使用 這就跟打電腦一樣 電腦 新的電腦預設值是什麼 我們的預設值稅務的預設值呢 就是一般使用的稅率喔 對 就是一般用地稅率 一般用地稅率 所以如果你發生了一些改變 他就會恢復到這個預設值喔 是 那如果你要避免他 就是使用預設值 你就要來提出申請 是 沒錯 然後即使在有關土地移轉的部分 在土地買賣 或者是繼承案件 或者是查歉的部分 我們稅務局都會針對 原先已經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增 然後已經轉換成其他人的這種案件 我們每年我們都會定期發輔導函 或者是發小白單 那種就是點證式印表記印出來的小白單 去輔導新的納稅裕人 來重新提出申請 如果有收到的話 其實收到這種文件 要 可能要看一下 要在9月22號提出申請 或者直接打電話 跟我們的优援員做聯絡 好 然後現在 現在護證機關 他有在做服務 就是你只要將你的 你到護證機關要去簽戶籍的時候 你可以如果要申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的話 可以直接在那邊做勾選 你在戶籍簽過去 你就可以在那邊直接做申請 好喔 那剛剛講到這個土地的使用改變 是 那另外一種狀況是 如果他本來是種田的 他是田腹 是 如果 比如說他在上面建的房子啊 然後他就可能會忽然收到稅務局的稅單 對 沒錯 因為他已經不是農地農用了 就會被我們課一般用地的稅率 但是只要他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的話 一樣可以在9月22號提出申請 當年度會是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這個應該也很常問對不對 對 沒錯 這個狀況也很多 因為雲林縣是農業 是農業縣屋 對 是農業縣市 所以這種案件很多啦 好 那我就要提出兩個 就是比較刁鑽的問題 是 如果我的房子已經是 自用住宅房屋稅率的話 是 那為什麼地不能直接用就好 因為那個試用條件不一樣啊 房屋的話 他是使用情形還是怎麼樣 他是不用簽戶籍的 是 但是地價稅他是要簽戶籍進去裡面 而且必須要提出申請才會適用 所以兩者是不同的 好吧 就是房屋稅是房屋稅 地價稅是地價稅就對了 是 沒錯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買賣房子 是 好 那我們倆 照雙方在裡面契約直接打說 甲方或乙方 直接負擔稅率這樣可以嗎 有法律效用嗎 沒有法律效用 那是針對你們自己下 自己的行為是可能有效用的 但是如果是沒有繳稅的話 我們還是會依照稅法的 納稅醫務人是誰去跟他吹一腳 所以那是私權行為 所以法律上還是沒有什麼 對 所以法律上還是沒有效果的 好 那我們今天是要做一些重點提醒 對沒錯 地價稅就是每年的11月開征 然後納稅醫務人 就是地震機關的地震登記部 8月31號登記的所有權人 就是他的納稅醫務人 然後如果民眾符合自用住宅用地 或者減免稅地的話 要在今年的9月22號提出申請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各位民眾拿到稅單以後 要記得在繳納期限內去繳納 如果已預繳納期限的話 每預三日會加徵1%的自納金 然後最多會加徵10% 然後一個月就是30天 仍然沒有繳納的話 我們就會將那個稅單移送執行 再來如果民眾你有 你的通訊地址要變更的話 記得要跟稅務局做通知 以免以後有一些重要的文件會收不到 影響到自身的權利 要跟大家講古拜了 謝謝我們張尤萍鼓掌 謝謝佩佩 那不要忘記 一定要去繳地價稅好不好 好你也知道 這是納金 然後今天先跟大家說聲古拜囉 下次我們再邀請我們的鼓掌 來上我們的節目 掰掰 掰掰